去年在蘭展買的蘭花又開了 難得開了 我以為不會開 今年其實開了 我就開了好幾次 前面之前有花梗 然後好像卸掉了 不過現在又有萊花了 這一顆是來自於中南美洲的蘭花 那矮矮的小小的 非常不占位置 但長得很慢 你看去年到今年 其實也長幾顆芽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非常的快 那我把它放在中強光的地方 所以它葉子會有一點點黃黃的 不過呢 今年又來花 那很可愛小小白花的個體 這個是原生種 原生種的一個小品種 那學米我要查一下 我有點忘掉學米是什麼 不過它帶有那個肉桂香 就香香的味道還蠻好聞的 算是一個很有趣的蘭花 很小型 沒有什麼結晶 你可以看它那個結晶 沒有什麼結晶 很像那種葉上花形態的蘭花 可以耐住低海拔的溫度 就是平地的溫度 我覺得是算不錯的 因為很多這種中南美洲的蘭花 特別有一些品種 它其實不耐高溫 夏天的時候很容易死掉 不過看起來這一顆 非常的好種植 就是在我這邊 我都給它強光的環境 還是照顧得非常的好 不過這個材質可能要換了 你看這材質已經開始有點 有點糊掉了 所以是種個大概一年以後 你看它這個的材質都已經開始 開始裂化掉了 那這種裂化掉其實理論上就要換盆 其實如果你的蘭花已經長到這個盆子之外 這種長到外面去就是要換 不然你看它根部 其實是沒辦法吸收到養分 這種沒有辦法吸收到養分 其實後來都長不好 所以其實你的蘭花 如果你已經出盆了 建議都是把它換成比較大的盆子 會相對也會好很多 如果你的蘭花 像這個原本它種就種在中軸上 然後往外長 那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把這個拆盆 把它盆拆掉 然後用更多的水草 或者是更多的材料 把它包起來 你換一個盆子 更大一點的盆子 通常我們建議那種跳盆 就是這個盆子要往另外一個盆子換的時候 不要一次換太大 為什麼不要一次換太大 是因為如果你換太大的話 第一個材質會用很多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水草會增加濕度會增加 比較容易爛根 比較容易爛掉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說 你在跳盆的時候 假設這個是兩吋盆的話 就可能跳到2.5吋 跳一層 不要一次跳兩層 那當然如果你用粗料 就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還是跟材質太多 如果你的下面的水草太多 或是材質太多 你一次跳太大盆的時候 是蠻容易死掉的 所以在換盆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最近其實是最好的換盆時間 接近夏季的時候 春算是春季的最尾端 接近夏季的時候 這時候是非常好換盆的時候 因為最近牙都在長 你如果有在種化 你就發現牙也在長 根也在長 那這兩個狀況 就是因為這個季節的關係 要冷不冷 要熱不熱 或是忽冷忽熱 這種環境 是最適合蘭花座生長 那這種蘭花座生長的狀況 它很容易長根 也很容易長葉 那這種葉根根長下去的時候 你一換盆上去 它新根只要一上去的話 就會比較穩定一些些 比較不會出問題 那你看這個花其實還蠻可愛的 就是小小白白的 帶有一些些的香味 那花期大概我看起來 大概一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那這已經開過第一次花 這已經是第二次花了 像這個花苞也是第二次花 那其實它前面 我記得那時候 我前幾天拿起來的時候 這邊是有花的 這個 那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說 喔 葉有開花 這種就是屬於葉上花的一種 當然有網友笑說 加德烈也算葉上花囉 對 加德烈也算葉上花 你仔細想想也是啦 它是從葉翹長出來 那所以這也算是葉上花的品種之一 那帶有可愛的肉桂香 真的是還蠻有趣的 那因為現在比較接近黃昏的時候 那個肉桂香會消失 它跟那個紫外線是有關係的 有些蘭花它的香味都跟太陽有關係 太陽出來才有香味 太陽下山就沒香味了 或者是偏黃昏的時候就沒香味 主要就是跟紫外線的照射有關係 當你紫外線強的時候 那它的那個香味就會出來 那紫外線慢慢的減少的時候 它的那個香味就慢慢消失 好 OK 這個就是一顆原生種的蘭花 我是覺得還蠻好種的 如果有機會 我查到血名的時候 我再放在說明的地方 突然忘掉它的血名 那其實就是還蠻好種的品種 我把它跟豆蘭種在一起 那我的豆蘭呢 最近長得還不錯 但是還沒有開花啦 那等它開花的時候 再一起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豆蘭真的是比較冷門一些些 不過豆蘭我還是很喜歡 對 前一陣子我們有一個 另外一個朋友 另外一個說他們有原子要出租 然後我說 問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我說如果我去租的話 就全部種滿豆蘭 對 我還蠻喜歡豆蘭 以前就是曾經迷過一次豆蘭 那後來也是租原子 然後就是下水啦 被颱風天吹走了 那是還是很懷念那時候 就是很多豆蘭都種得非常的不錯 丟在那個台子上就長得很好 所以就是跟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有的時候也是沒辦法 種蘭花其實環境真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還是可能要找找看你的陽台哪邊的光線比較強 或者是你的頂樓哪邊的光線比較強 比較適合種哪一些品種 有些品種需要高光照 有些品種還好 不過基本上都還是需要日照 沒有蘭花是不需要日照的 室內的話 如果你光線不足的話就補燈 補燈 其實補燈也是一種現在新的選擇之一 以前我們都會覺得說一定要日照 可是這幾年呢 因為那個LED燈的技術越做越好 所以呢 最近的那個補光燈 我覺得效果真的還不錯 當然照日光燈 照日照就完全不需要擔心電的問題 那如果你在室內 室內我還是建議你可以 如果你發現你的植物有土長的現象 什麼是土長呢 就是這個結尖啊 或是它的葉子突然往上漲 會變比較高 那個大部分都是缺光的關係 就是我們叫土長 植物類的像是多肉類也是一樣 只要光線不夠就會出現土長 那土長的現象其實代表的就是光線要加強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去評斷說 我如果用人工補光的狀況下 光線到底夠不夠 光線該有夠夠 不過這幾年 因為我有測試一個補光燈 我覺得效果都還不錯 特別是有些它的補 我覺得補光燈有些它的 可能紫外線比較強一些些 所以葉子會變成紅紅的 比較有趣就變紅紅的 那個大部分都是跟光線裡頭的紫外線有關係的 那所以呢 不同的燈子效果不太一樣 像我之前用的是那個GE的 奇異的那個補光燈 價格比較貴 但是效果還不錯 那現在還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補光燈的出現 所以如果你在種植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光照不足的話 就是給它補光燈吧 這兩年其實補光燈效果都不錯了 不像以前 以前都比較偏T8的燈管 現在都是LED的 LED的功率又比較省電一些些 然後有些效果就不錯 還蠻不錯的 那極光力也很強 現在很多都做成那種 漏斗狀的 或者是那種 光束狀的 那種效果就還不錯 好 OK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這個就是來自中滿美洲的蘭花 非常的可愛 小小的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